好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去走 那我们再来往下去走的一个页目额底呢 就是关于这个搜索的这样一面了 也就是因为说你点击这个搜索的时候呢 你可以从前端从首页当中直接就到这一面当中来 然后呢在这个页面当中要去呈现出来一下 列举出来的这些房屋信息都用哪些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房子 而是要根据谁呢 根据所对应的这个条件来进行判断 那条件当中包含了一个用户希望入住跟结束的这个起始时间跟结束时间 这仅仅是代表他搜寻的时候的一个搜寻时间了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区域 他可以根据这个区域来进行相对应的进行过滤 还有相对应的这样一个排序的条件 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三个当中来说 这条件它就不一定都要具备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主页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在这里面 哪怕什么东西都不去贴写的时候 我能不能直接进入到搜寻页面啊 能吧 那这时候应该对应的就是采用默认的排序 然后呢把所有的房屋信息都给列出来 这是关系这样的点吧 然后呢如果你选择了条件的时候呢 还要有注意条件也不是兜传的 你可以仅仅只选择某个条件 然后进入过来 进入过来之后的话 也仅仅按照这个条件来做 所以呢这些条件都是具备组合性的 有些可以传有些也可以不传 也可以完全都传 这是关系这点 有相当于条件会有这点 说完这条件之后 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 还有什么呢 后面这个排序结果当中 根据最新也就是说房屋的这个上架时间吧 保存时间新旧 入住的最多就代表是咱们的那个 呃相当于是 那个订单量嘛 然后呢底下的这个价格来说 价格由低到高 由高到低 这也是好说的 排序 然后呢房屋的这个房 这个呃 还有对于的这个房屋 这个区域信息也好说 咱们是不是有相当于的自在啊 再就是前面里头 入住这个时间 入这个时间的话 咱们怎么进行过滤啊 分析一下这个条件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这个入住时间 就是说它所期望的筛选的这个时间 咱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来看一下 在咱们的model的模型类当中 在model模型类当中 咱们的house这个资源当中 有去存放时间吗 没有吧 咱们没在这里存放时间 哪里存放时间了 在这个订单当中 是不是存放时间了呀 对吧 咱们在这里存放时间了 之所以没有放到房屋里面存放时间 原因就在于 一个房子 是不是可以被进行多次入住啊 对吧 既然是进行多次入住的话 你到底想要记录的是 什么时候被入住过 也说什么时候不能被预定 剩下的时间 是不是都能够预定啊 那你怎么去记录啊 时间是零散的 时间是零散的话 你放到这一张表当中来说的话 肯定不合适吧 所以肯定意味着 你得单出出来 既然单出出来的话 那我们说了 你的那个时间 是不是就跟订单有关系啊 一旦订单当中下了那个时间 那也就意味着说 订单反而的时间 就代表有人入住吧 所以就说 订单里面出现的时间 是不能被入住的 除了订单里面的时间 剩下七亿的时间 是不是都是可以 被用户进行搜寻 然后呢 以及让他进行下单的 是这样的过程吧 所以也就是说 关于那个时间呢 就是在订单当中 我们是采用这样的方案 来给大家解决的 是在订单当中 把这个时间来维护出来 因为在订单里面 就关于有这个房屋的信息了 所以呢 相当于通过这样的方式 管理起来 那你现在回回来来看一下 这个条件 应该怎么进过率啊 应该怎么进过率啊 是不是相当于 就得把这个时间 拿到哪儿 拿到订单当中 来去看一下 排除一下吧 凡是说 你用户希望入住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肯定不能有订单吧 对吧 肯定不能有订单 如果你说了 在用户输入的这个时间 你比如说 用户想要输入的是 12月1号 然后呢 一直到12月30号 然后呢 如果是用户想输入的这个时间 结果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你有些房子 已经被下火订单了 那是相当于是说 在这个 那个房子 是不是就有可能 用户入住不了了呀 用户输入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就代表是说 我想要在12月1号到30号 连续的时间范围之内 都可以被我进行入住的 我们去假想 它的条件是这样的条件 所以只要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房子当中有时间给它冲突 那就说了 你这个房子呢 肯定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所以我就不再被破滤 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不应该出现订单吧 对吧 所以这是关系 这个条件的一个分析了 好 这些东西 我们说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去开转 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工作了 好 咱们开始来去 我们把这个保存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